夏天來游泳池環水 捲起庫管涉水而行 只見地上滿滿積水 每走一步都會漸起水花 彷彿是小型游泳池 這個下面是塑膠草皮 大禹關禁棒球場 水深淹疾腳踝 地上原本應該是人工草皮 恐怕通通報銷 室內積水深 就連櫃子都漂浮在半空中 門也被淹到三分之一 一打開門 雨水滴滴答答露個不停 大禹從球員打擊區 聊到休息室 再沿著樓梯繼續往下 到地下室機房 讓議員質疑 市資十二億的棒球場 排水設備有問題 公務處目前也已經要求廠商 改善棒球場室內淹水的情況 並且將無法自然排水的地方 進行積水抽除作業 強調新市府找來專家 要解決棒球場問題 不只新竹 桃園公務建設也出現雨災 大禹從高處傾斜而下 桃園市海螺管 不只管內漏水 還出現小型瀑布 去年三月才剛啟用 沒想到卻嚴重漏水 拿出好幾個水桶來接水 外面下大雨 裡面也下起小雨 桃園市立圖書館新總管 花費27億打造 想不到開幕還不到半年 因為美雨封面 天花板就出現漏水 六到七樓的通道中間 有一處深漏水 那目前因為雨是慢慢小了 所以深漏水的狀況已經減緩 公共建設工程淹水漏水平傳 市府強調會做好後續追蹤處理 針對漏水處進行補償 靜新聞黃文宣章借文 楊仲強 余家瑋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